配合2014放四玩乐十大音乐节 十大民音所与东海大学 中山大学以及天津十大民歌元素研究小组合作 7号晚间在十大礼堂举办民歌元素艺术探讨学会演唱会 让大家体会不同的民俗风情 传统的蒙古服装加上浑厚的嗓音 天津十大郭杰教授用歌声带领听众到辽阔的蒙古草原上 不同于以往的声乐歌曲 中国的特色民歌让听众如痴如醉 十大音乐节一连串的音乐盛会将陆续演出 欢迎有兴趣的你一同参与 校园记者陈家轩采访报道